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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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我们今天要从创世纪第四章 第四节就是继续上次所讲到的 亚伯和该隐献祭的事情 我们讲过上帝之所以没有喜欢该隐的祭物 就是因为该隐这个人不对 喜欢亚伯的祭物就是因为亚伯这个人对 神总是看我们的心 看我们这个人过于我们所做的 那么该隐什么地方不对了 就是他对神没有信心 亚伯什么地方对了 就是他对神有信心 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且信他赏赐 信他对我是好的 就环境来讲 那个环境不可能感谢上帝的 就环境那是一个 要汗流满面 可能血流满手的一个环境里面 那么该隐就觉得上帝这么磕磕这么坏 我就再给他一点甜头 贿赂他一下 他可能对我好一点 这是接来食 人尚且不识 接来食 上帝怎么会吃 接来食呢 上帝喜悦的是一个感恩的祭 哎呀 我觉得你真是好 我觉得你对我真是好 那亚伯就有这样的信心 信心就是胜过环境和自己的感觉 单单因为上帝的话 祂是慈爱 祂是良善的 我就相信祂的慈爱和良善 虽然一切都这么不好 但是当我的羊群生下了头身的羊 最宝贵的时候 我有感恩的心 我就献上 这种感恩的心 是表示上帝对我好 而且有信心 祂会对我更好 我献上祂会继续给我 我是因为祂已经对我好 我知道祂会对我更好 这是我们奉献的态度 而不是 我觉得祂对我很不好 现在我给祂一点 祂以后可能对我好一点吧 各位 我想我们信靠上帝 都有这种阶段 我们都有 对上帝有怀疑的阶段 在我们经验中 也觉得上帝有很多地方苛刻 不过我们千万要 因着上帝的话 因着耶稣的十字架 胜过这种想法 胜过上帝对我不良善的想法 而有一个充分的认识 充分的铁一般的意志 就是我的上帝对我 绝对是良善的 所以我现在有 我就感谢 我就感谢祂献上 不是上帝有缺乏 也不是我要贿赂上帝 也不是要改善我的环境 就是感恩 这就是一个信靠 那 甘颖没有这样的态度 他觉得上帝对他苛刻的 那我自己在服侍上帝多年 包括甚至在此时此刻 也会这样子 我常常会因为 对上帝的安排不满 而失去了信心 我们一定要颠倒过来 因着有信心 而把上帝一切的安排 当作是美好的 这不是我们的阿Q 也不是我们自欺欺人 是真的神喜悦 我们这样信靠他 而这样我们生命 也就能够越来越多的得胜 你知道上帝对你好 你有感恩的态度 胜过环境 胜过自己的感觉 神喜悦这样的人 神看中了亚伯 没有看中该隐 神看中了亚伯的祭物 没有看中该隐的供物 那么 对 是有该隐的供物 我们也不说工作不重要 我们是说 那个人更重要 人的心更重要 当人的心好的时候 他献上的 只不过是两个小钱 比那个财主献上的更好 他胜上头身的 是因为出自他的信心 这个供物神就喜悦 不是出自信心 那就神就不喜悦了 那但是成于内 行于外 我们还是希望 我们有供物 我们有那个行动 就像雅各书说的 如果你信心 没有行为是死的 信心没有供物 也是死的 他们都有供物 但是一个是 不出于信心的 神就不喜悦了 哎呀 你看该隐的反应 你更知道 神不喜悦该隐的供物 和不喜悦该隐 是对的 因为当神没有看重 该隐的供物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 神没有看重 是怎么样一个 没有看重法 很显然 应该就是 神没有烧掉那个供物 因为神喜悦一个东西 就把它烧掉了 好像他把它吃掉了一样 在后来四世纪里 献祭的时候 包括积淀的献祭 还有参孙父母 马挪亚的献祭 都是这样 神把它烧掉了 那可能你看 该隐献祭 神不来吃 当然神不吃了 但是就神没有火降下来 把它烧掉 那就神不愿难 那就是 哎呀 我今年又要惨了 他不要我的东西 那就好像送红包一样 人家不收 那你还有的困难呢 那就火大 哎呦 他的收了 他的被烧掉了 哎呦 那他的日子 是不是更好过了 该隐就大大的发怒 变了脸色 感谢主啊 各位 我们要让神 看到我们的信心 而不是看到我们的脸色 你说神给我这么多艰难 我要给他看一点脸色 不要这样 我不是不同情 您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 要走蒙福之道 要信靠顺服上帝 要仰望主 这阵子的一念之间 我常常在火大当中 一想到神的慈爱怜悯 身灵光照 我就很喜乐了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该隐没有 该隐碰到一件事 没有反省 反而更愤怒 哎呀 一个属神的人啊 神一皱眉头 他就知道 神一笑他也知道 他的反应总是 更归向上帝 更感谢上帝 更赞美上帝 更去亲近上帝 更在上帝面前 倾心图意 而不是更远离上帝 更火大 我只是觉得 哎呀 我自己过去的日子 常常就在 真是在地狱边缘 就是 甚至在地狱里面 甚至在十八层地狱里面 就是对神的愤怒不满 对他安排不满 就越想越火 有的时候 神很幽默就不理我 有的时候 神就再重重的一巴掌 把我打醒 弟兄姐妹 愿神把你唤醒 不要打醒 打真的很痛啊 但是我是被唤醒了 该隐没有 当神没有烧他记录的时候 该隐想到以后日子的恐怖 想到亚伯日子可能改善 你看到别人可能改善 自己没有改善 就更嫉妒 更火大 一个愤怒的心 再加上嫉妒的心 愤愤不平的心 委屈的心 加上嫉妒的心 那就火上加油 脸都变了色了 耶和华就对该隐说 你干嘛发怒呢 你发怒是对的吗 你为什么变了脸色 你这样气是对的吗 我们也记得那个 马可福音第十章 那个少年官到耶稣面前 后来也是变了脸色 那个脸色 大概不是变得很愤怒 而是变得很绝望 因为他财产太多了 他没有办法撇弃财产 来跟随耶稣 但他又想跟随耶稣 又想得永生 两难之中 他两个都没有得到 他没有得到耶稣 财产也迟早会失去 脸色变了 各位我们需要变了脸色吗 我们需要气到这个地步 我们需要绝望到这个地步 都不需要的 转脸仰望耶稣 就看到他用慈神爱所引导你 他用他的笑容来帮助你 不管环境怎么艰难 不管我上一分钟 做了多少错事 我就还是可以改邪归正 还是可以重新再来 还是可以被上帝的爱来拥抱 耶稣说 你如果行得好 你一定蒙悦纳 你行得好 因为你有信心 你有信心 你行得就都蒙悦纳 有信心就接受上帝所行的 你接受上帝所行的 上帝怎么会不接受你所行的呢 因为你所行的是出于上帝 上帝所做的都甚好 他所造的都甚好 你行得好 岂不蒙悦纳 上帝会喜悦你的 你行得不好 其实他没有说上帝就不喜悦你 行得不好呢 就会有种种的因素 可能让你行得更恶 行得不好 那么如果再看到上帝的不高兴 或者上帝的怜悯 你愿意悔改就好 如果行得不好 你一意孤行的话 你行得不好 然后不知道悔改 还嫉妒你弟弟 还对上帝的安排愤怒 那么罪就浮在你门前 他会恋慕你 这个是第二次出现恋慕 第一次就是说女人会恋慕她丈夫 这里把罪形容成一个美丽的女人 恋慕一个男人 各位那表示什么 我们很难抗拒罪 所以耶稣祷告 求主不要引导我们 领导我们进入试探 救我们脱离胸 因为我们人性真是很软弱 求神听我们的祷告 对了 神有的时候把困难当水 艰难当饼 给我们吃 给我们喝 有的时候 神让约瑟也碰到那样的引诱 但是我们自己求神 我们没有那种属灵的能力 你帮助我 不要碰到这些 你一定碰到 我也感谢你 但是求你赐下苟用的力量 让我能站立得住 你行得不好 你要知道罪就在你旁边 像个美丽的女人 随时会引诱你的 这个要什么 要紧一醒啊 你要胜过他 这很有意思 他恋慕你 你要制服他 我们很难想这种事 我们会说 我们制服不了罪 对 我们制服不了 但是 如果你靠上帝的恩典 如果你愿意转眼仰望耶稣 再大的艰难 也可以胜过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可以的 圣本独曾经在沙漠 受到一个魔鬼化妆神 女人的引诱 她怎么胜过 她跳到那个荆棘 从里打滚 然后全身遍体鳞伤 那个痛苦 让她脱离了罪恶的引诱 有的时候 我们远离现场 像约瑟 有的时候 我们想到将来 我们想到地狱的火 而有人 圣徒也讲过这样的话 主啊 如果天堂的乐 不能吸引我归向你 求主让地狱的火 烤一烤我 使我不敢犯罪 我想这些祷告 应该都是主喜悦的 我们要制服罪的 虽然他如影随形地 跟着我们 我们当然不能靠自己 我们靠主的恩典 靠主的警告 靠主的安慰 靠主的鼓励 这里其实就是一个 你可以胜过罪的一件事 就是我现在在警告你 我还是在爱你 我还在给你机会 我告诉你 罪跟你这么近 不是爱你 我怎么会这样提醒你 可是人如果 硬心不听上帝的话 那上帝这样劝他 也没有办法 你看在这里 其实甚至我没有看到 神对亚伯怎么样 我们也没有看到 神对亚伯讲话 我们也没有看到 亚伯是先献祭的 看起来都是 神跟甘颖 应该比较前进 甘颖先献祭的 然后甘颖生气的 神就对他讲话 就跟神对扫罗一样 神对亚扫一样 神对每个人一样 神是公平又慈爱的 给每个人都有最好的机会 最好的提醒 但是那个人 有没有悔改 有没有被光照 那我就不知道 我们天天都有 天天都有这样的机会 神天天都做这样的事 神天天都在对我们说话 要我们承受他永恒的祝福 或者 要我们远离永恒的咒诅 你要制服他 我的儿 甘颖没有听进去 第八节 甘颖与他兄弟亚伯说话 二人正在田间 甘颖起来 打他兄弟亚伯 把他杀了 神在警告你 你小心罪就在你旁边 我不知道甘颖听进去多少 有的时候 信的引诱在你身边 金钱的引诱在你身边 你自己心中的嫉妒 骄傲在你里面 你要小心 怨我 亲爱弟兄姐妹 怨你我 都能听到上帝的警告 可是你 欲啊 欲意充心的时候 你那个欲念在你心里 贪念在你心里 嫉妒在你心里 愤怒在你心里 常常神的话就充耳不温 听是听到了 没有进去 甘颖跟他的兄弟说话 我不知道说什么话 我想亚伯是一个牧人 应该不会平白惹他怒吧 这是 这个 就是自己嫉妒嘛 看什么都不顺眼 就是我们现在 在报上也可以看到 你的同学成绩比你好 你就在他茶里下毒 你看到这个女孩子 比你漂亮 就想办法 怎么样伤害他的脸面 人的嫉妒心 真是很可怕 人的愤怒 罪恶也很可怕 人从不听上帝的话开始 不是那一个果子的问题 你居然不听上帝的话 背逆上帝 所产生的罪恶 是很多很多的 就开始有苦毒 就开始在上帝的提醒中 有更多的嫉妒和愤怒 然后也是胆怯 你觉得上帝错了 你觉得上帝不收你的礼物 你觉得上帝错了 你跟上帝找 去 argue 去辩论 他又不敢 他怎么样 他去杀他的弟弟 他跟他谈话 然后越讲 该隐就越火大 居然就把他兄弟打死了 各位 这要多大的愤怒 才能把你弟弟打死 对了 这个Sibling Rivalry 就是兄弟姐妹之间的冲突 在全世界的文学里面也都有 奥古斯丁特别喜欢 把这一段跟罗马的建立连在一起 罗马建帝也是兄弟相杀 就是这些世界的文明 包括该隐的文明 都是建立在血腥上 建立在嫉妒 建立在愤怒上 是有聪明智慧 因为即使堕落人 还是有聪明智慧 神怜悯 可是我们人真是 通常就把这样的聪明智慧 用得极其错误 他就把亚伯杀掉 亚伯 真是我们在同情该隐的时候 想想亚伯该被同情吧 你在同情撒旦的时候 你想想看 那些没有悖逆的天使 该被同情吧 多么难 他们还善利着住 我们给自己找借口 在那自怜自怨自爱的时候 真是就越陷越深 我在这里要真的说 弟兄姐妹 不要给自己找借口 不要说没有办法 神的恩典是够用的 不要走该隐的路 上帝提醒你了 如果你继续在恨人 继续在嫉妒 继续在骄傲 继续在色情里面 你说我没有办法自拔 上帝提醒你 你可以制服他 你要不被他制服 你一定要制服他 你不制服他 他会吃掉你 然后你就非常惨了 你就杀人了 第一个献祭的人 是第一个杀人的人 你说可怕不可怕 听说有人画过 不知道是不是达芬奇 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和耶稣 他找的模特儿 画耶稣的模特儿 最后跟画犹大的模特儿 是同样一个人 那个人堕落了 原来有天使般的面孔 后来堕落了跟魔鬼一样 也有人说这样一句话 这个人他怎么样 他讲一个圣徒 他怎么样 怎么样 也就是说他跟希特勒一样 他跟史达林一样 他跟毛泽东一样 他跟陈静静一样 你我都是一样 为善为恶 一念之间 我自己知道自己是非常邪恶的人 非常暴躁的人 非常许多的苦毒 邪恶在我心中 信靠上帝 被上帝修剪 被上帝的爱来对付 就可以越来越良善 可是不可以骄傲 因为跌倒也是刹那间的事 但是你是最大的恶人 被上帝在感动 刹那之间被提升 也是常见的事情 主人脸总够用 西方有人说 有这么一句话 从horseback到地上 他的罪马 那0.1秒钟就要死的时候 他悔改了 他立刻得救了 立刻在上帝的面前 在石家旁边的强盗就是这样 现在 该隐不是立刻变天使 而是越醉越深 把他杀了 第九节 耶和华对该隐说 你兄弟亚伯在哪里 他说我不知道 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 你的兄弟在哪里 耶和华在提醒 好像又是一次在问人了 记不记得上次也在问 亚当你在哪里 不是上帝不知道亚当在哪里 而是亚当自己不知道自己到哪里去了 而是亚当自己在躲避上帝的时候 在违反上帝话语的时候 哎呀 不知道离上帝已经多远了 所以上帝提醒 老兄啊 你已经跑到天涯海角 赶快回头哦 这次也是一样 耶和华会不知道 亚伯在哪里吗 耶和华当然知道 耶和华是提醒该隐 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什么样的措施 你兄弟在哪里 恐怕还不如你在哪里更重要 你看到那个 该隐那个愤怒 我看到这些都想到 我自己以前对上帝的不满 愤怒 真是上帝救了我 我不知道 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 我管他的 事实上 他是杀了他的人 不要说看守了 看守 我们曾经看过 要看守这个园子里的树木 要修理看守 可能该隐真的看守这些树木 看守植物 看守他这些古物 还看守得比他的兄弟好了 求神给我们一个眼睛 一对眼睛 看到什么是宝贝的 该看守 看守自己的灵魂 看守弟兄姐妹的灵魂 牧人是他为你们的灵魂 担忧挂心 我希望我们做牧师的 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 我们担心的不是选举 不是股票 那个实在不是最重要的事 是自己的灵魂 一生的果效从这里出来 你的心是不是在良善当中 你的弟兄姐妹 是不是在良善当中 你的牧者是不是在良善当中 是不是在主的爱中 你为他做一个守望者 为他祷告 为他赌注破口 神在提醒他 该你还是可以悔改 你应该好好看守你的兄弟 好好看守你的心 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 你做了什么 这个我们也看到 耶和华曾经问过 你做的是什么呢 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呢 蛇啊 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呢 女人呢 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 男人 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 你在哪里 你在做什么 你在躲避上帝 你在违反上帝的话 你在继续的违反上帝的话 你在伤害你的丈夫 你在伤害你的妻子 远离上帝以后 真的有这么多的痛苦 回到上帝以后 我们可以有这么多的 所有的正确 多么的好 你做什么事 你是先献祭的人 可是你心不对 你做的就错 你弟弟做的对 你不去学 你还在生气 我愿纳你 你弟弟祭物 你不反省 你还在更大愤怒 我在提醒你 你还是不悔改 你再犯更大错误 现在你杀了人 你还在不承认 你还在抱怨 我告诉你 你兄弟的血 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 这个血 这哀告的声音 一直到启示录都还有 在祭坛前被杀的 该隐 杀他弟弟 虽然不是在祭坛 但是也是因为这个献祭 而杀他的弟弟 各位 我们如果不信靠上帝的话 真的 我们觉得上帝很不合理 为了一个果子 给人这么大的处罚 好像不合理 我们知道没有不合理 因为人在伊甸园 那么好的地方 都不肯听上帝的话 那是异于虎底 不是一个果子的问题 是不顺服的 是可怕 好了 我们觉得该隐值得同情 那么 当同情完了 我们又觉得 神对亚伯不公平了 各位 亚伯献祭了 神悦纳了 结果他死了 神也没有替他申冤 你要不满上帝 上帝真的什么都错了 对亚伯也错了 对干颜也错了 你要对上帝满意的话 主 你使我心里快乐 胜过丰收 五股心久人 你什么都满意 你什么都高兴 好 现在呢 这个 该隐做错了 亚伯在那里喊冤 当然血不会喊冤的啦 我想这都跟石头啊 星星月亮太阳 称赞上帝一样 就是讲到这个世界的不公平 上帝都知道 或者这个世界的美好 上帝也都知道 我们礼当送赞他 我们礼当远离那些抱怨的事 但是 好 现在有人喊冤 那是真的委屈了 我献祭就死了 你帮我生冤啊 哀告 当然 亚伯不能复活了 亚伯会复活 亚伯照我们来讲 也到神那里去 但是他被伤害的这个冤枉 一直到今天还没有生 那要到主再来的时候才生 所有的冤 都到主再来的时候生 当然我们信靠主人 我们不在意这些 我们觉得真的 神已经对我们非常好了 好 他说 地开了口 从你手里接收你 兄弟的血 现在你必受这地 从这地受咒诅 地接受的血 这个当然也是一个自然现象 你杀了人的血就流下去了 那所谓地接受的这个血 是表示你不珍惜你 兄弟的生命 你把它杀掉 不只是不珍惜你 根本就伤害 那个血应该在他身体里面 你让他流出来 让他生命也流掉了 那可是地把它接受 固然这是一个自然现象 但显出这个自然 比你这个人还要更好 本来血流了就死掉了 地好像还收了 而且还把他冤枉也收了 收在那里 当然不是地收 也不是别的收 是上帝收纳了他的灵魂 上帝也会替他伸冤 那么地收了这个 地也会向你发生一个处罚 这是第二次了 上一次亚当夏娃犯罪 地就被咒诅 这一次该隐继续犯罪 就咒诅再咒诅 各位千万不要觉得 我已经是最坏了 我已经坏到底了 反正就这样死吧 有的时候跟人家传福音 反正就这样 各位没有坏到底的 地狱是一个无底坑 会继续坏下去 天堂是一个无顶屋 可以继续好上去 我们良善也好 罪恶也好 都没有停止的时候 良善可以 一直凉善下去 喜乐可以一直 喜乐下去 而且越来越丰富 智慧聪明都是这样 罪恶也是可以 越来越坏 你不要以为 我停到这里 这是最后一根烟 这是最后一盘麻将 这是最后一次玩女人 不会停的 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坏 一次比一次更痛苦 你一定要停下来 你一定要停下来 我看过太多 包括很圣洁的基督徒 也是因为种种原因 停不下来 就制造更多的痛苦 那我只能说 你要被这个痛苦提醒 醍醐灌顶的 不要想 你想下一次更痛苦 赶快就停在这一次了 就这一次都不要做了 你现在不肯悔改啊 那我告诉你 你有更重的咒诅 地不再给你效力了 原来地里呢 你要汗流满面 才能得吃的 地会给你长很多 经济吉利 叫你很痛 不过呢 还是会有菜书出来 你甚至还有一些东西 可以献上 现在啊 如果你这样的话 地连这一点效力 都不跟你效力了 你会流离飘荡在地上 你流离飘荡 看起来就是 你要到各个地方找 有没有一块地 可以为你出一点东西 这个是咒诅吗 各位我们从土地来看的话 这甚至是一种修耕啊 也算是不错啊 以当时土地的贫瘠来讲 今天在这里耕 明天在那一耕 明天在那一耕 那也是修耕 也是轮耕 对该隐这个农夫来讲 也是不错啊 你到另外一个地方 还可以再有点土产 这种很贫瘠的地方 就没有 虽然每个地方都贫瘠 但是每次到一个新的地方 多多少少还有一点嘛 最重要 神没有取他的性命 神没有让他死亡 神为什么没有让他死亡 因为那个时候 世界上人太少了 如果杀人则死 那然后彼此的相杀的话 那世界上人很快就会消失了 所以当第一次凶杀发生的时候 神并没有以杀指杀 并没有死刑 后来有死刑 不过那个时候 以后在挪亚洪水之后的事情了 总之上帝对该隐算是相当的宽大 你杀了人 我不杀你 那么我只是让你在各地流放 这个流放实在对你还是一个好处 可是犯罪的人就不会有任何的感恩 该也没有感恩 这一点我们要下次再说 愿神赐福大家 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